那在马来西亚 马来同胞学华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但是如果说从小学 中学 大学 甚至是研究所都一脉相承 在学华语 甚至还攻读中文素食般的马来同胞 就不得不让人佩服这样的毅力了 来自罗佛青山 今年35岁的法依莎 那从小呢 就被父母送进了华小 这一路来 他深深爱上了中华文化 喜欢追宫廷剧 平时在家里呢 也会用华语跟姐妹 还有孩子沟通 甚至还考到了 汉语教师资格的高级文凭 进而开办语言中心 以马来人的身份 教马来人学习华语 学生呢 都称他叫做 那夜景期间呢 法依莎更把教师平台 搬到网络上 通过直播 继续传递中华文化 吸引很多人 跟他学习华语呢 架好手机 播放音乐 再换上自己喜爱 白蓝爽色的汉服 准备开播 教中文咯 眼睛这位戴着灰色头巾 一身汉服打扮的法律沙 那其实是一名中文老师 空闲时的他 就会像现在这样 在社交媒体上做起直播 教有足同胞 一些简单基础的中文词汇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 法依莎的魅力 他的直播 可是能够吸引上千人观看的 一场直播 如果是晚上的话 都会有两三百个 最高纪录呢 就是两千个观众 我就是现教 他们就可以现用 现讲那种 比较简单 而且实用的华语 比较短 那些比较短句 我是会尽量避免 那些比较长的 而且语法比较难的 华文来去教他们 但是中文 毕竟不是法依莎本身的母语 那面对外人对他 能不能够教好中文的质疑 法依莎将他化为前进的动力 通过进秋用实力说话 他分成高级 中级跟初级 最好就是考到那个高级 刚好我的运气 就考到一个高级未来 这个就是证书 在考核登上国际证书之后 法依莎没有因此自满 还在即在力 报读了中文硕士班 课余时间他就钻进图书馆 沉浸在中文书海里 希望透过大量阅读 增进自己的中文水平 并彻底让讲中文 写中文变成自己的日常 正是这些优势 法依莎在职场上也获得了不少机会 对我来说能讲一口流利的华语是一种乐趣 也是一种享受 因为毕竟在外面会讲流利华语的 特别是在阅读方面 有些人就是他会讲不会读 而我的优势我会讲会读会写 所以这也是我认为是一种乐趣 其实也是一个优势 我毕业过后我找份工作 老板知道我是会写会说华语 就马上聘用我 或许不少人认为 有足统帮学中文免不了就有功利主义的趋势 但是法医莎平日也用中文跟自己的孩子沟通 好吃吗 你喜欢吗 除了让他们学习多一种语言之外 更希望孩子们能够透过语言 了解其他种族的文化 我跟我的孩子会用马来文 英文还有华文跟他沟通 基本上这三种语言他都听得懂 只是在表达方面会比较困难 有机会我一定会让他去学习华语 或者是我自己教他也可以啊 不管是华语 印度语 英文 阿拉伯语 你学多一种语言 其实你不仅学讲他们的语言 其实你会更进一步地了解他们的文化 其实是很重要的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沟通方式 也是开启不同人生视野的钥匙 我这个过程当中 我可以讲的是敏而好学不止下文 而花过力气 下过苦工 学好一门新语言的法医纱 显然更能理解各种意义 我这种语言的法医院 感谢观看